主持人周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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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歡迎來到我們的B&I 產業連線大現場 我們邀請到今天台灣自面業的產業 梁鴻毅 鴻鴻 以及大紀元時報廣告部經理 那首先先請兩位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 以及我們全球的觀眾混好 大家好 我是梁鴻 大家好我是沛羽 是的 我個人 聽過非常多的成功故事 很多成功的創業家 就是從小就已經立定之項 要創造一番大事業 那麼據我了解的 你們公司已經有50年的歷史 那不知道當初附近在開創 這樣的一個事業是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是的 其實當初爸爸 並不是有什麼遠大的理想跟抱負 但是在那個民國五十幾年 那種生活困沌的年代 只是單純想要學得一技之長 改善家業生活 貼補家用 然後 所以就到老家附近 當起了手工面線的學徒 是的 這個我就有一點感觸 就是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阿壽皮鞋 阿壽皮鞋的董事長 當初在方便擦皮鞋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的阿壽皮鞋會變得這麼肥 不只是阿壽皮鞋而已 是的 所以 只因為他當初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用心 所以就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秉農 那目前公司有哪些產品品項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嗎 目前我們公司主要是以手工面線 我一聽到手工這兩個字 第一個印象就覺得 手工就代表他的品質是特別的優異 但相對的 是不是也會造成產量的問題呢 是的 沒有錯 畢竟手工面線大部分都是 非常仰賴人力的工作 耗工廢食 所以每天的產量非常有限 另外我們也進了自動化的自面機器 及面線乾燥的設備 來維持面線的品質 及供貨量的穩定 是的 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梁鴻義擁有 手工自面的基礎 然後再加上先進的機器設備 所以無論是在品質跟數量上 都可以兼顧到 所以秉農 簡單說 如果現在有一筆大鈴鐺要給你 您的品質跟數量 就是您的出貨是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是嗎 是的 沒有錯 那目前貴公司的市占率大概是有多少呢 目前在大桃園地區 紅面線的市占率大概在五成以上 五成 謝謝 也就是說 市場上每兩包麵線 就有一包是你們家所生產的 是的 所以五成也代表你們有不少的競爭對手 這是當然的 所以 你們是怎麼保有競爭優勢的呢 這個是必須要講到我們公司的經營念 就是堅持 第一個 對原料的堅持 我們使用全台灣最大的麵粉廠 所生產的麵粉來做麵線 然後再來就是對原料的堅持 堅持傳統工法 堅持品質 絕不添加防腐劑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食安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沒錯 是 還有 還有其他就是 對客戶的堅持 是 提供實在的報價 及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 是的 那秉龍因為我們的節目是全球現場直播 所以可以請你跟我們的觀眾說明一下 您最主要的客戶 跟你最主要的通路有哪些 好的 目前我們最主要的客戶在於 南北貨的雜貨商行 然後飯店餐廳 團聖業者 廟宇 寺廟等等 另外還有販賣麵線的營業店家 像是薑母鴨 蛋糕鴨 豬腳麵線 麻油機麵線等等的 只要有面線就是你們家的客戶就是 沒錯 譬如我知道你是一個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的一個企業二代 那你對你的企業啊 未來有沒有什麼樣發展的一個願景跟想法 可以跟我們報告一下嗎 臺灣情顧香味是我們的slogan 身為事業傳承 除了讓更多的臺灣的消費者認識我們 更思考著如何將更多旅居海外的華人 能夠買到有著臺灣感情 臺灣土地的情感及懷念故鄉味道的商品 所以我們正在思考計畫 如何能夠深耕臺灣行銷海外 所以秉龍 所以你目前的想法就是說 除了在臺灣市場以外呢 你下一個目標就是想要進軍海外市場 把你的產品行銷到全世界 是這樣嗎 沒有錯 是的 那也正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邀請到我們另外一位我們的來賓 那就是我們的大紀元時報的佩玉 佩玉姐你好 大家好 是的 佩玉姐首先問你一個問題 是 臺灣媒體這麼多 那據我的了解啊 大紀元並不是發行量最大的 是 那以剛才秉龍說的他們的需求 他想要生根在臺灣 想要發展到全世界 我不知道以廣告的角度 大紀元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幫忙到屏龍呢 是的 那一下我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大紀元本身就是一個全球的媒體 在全球35個國家 他都有發行 那我們看到畫面上的第一個案例 就是那個 這個董事長是香港的一個地產公司 那剛開始跟我們接觸的時候 市場是非常不景氣 那透過大紀元這樣的一個平台 幫他接到很多海外來的訂單 他更創造了一個月賣酒凍千萬 豪宅的一個奇蹟 那現在 他已經從一個地區型的一個代理商 成為一個國際的團購集團 而且現在所談的 都是兩億三億以上的案子 那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接下來我要幫各位 介紹的是利保建設 非常大的企業 是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利保建設 那他旗下有個文教基金會 他在2011年的時候 要辦一個世界的一個國際的雕塑展 但是第一年的時候 他並沒有接到半件來自國際的一個案件 所以就不是國際了 是 那第二次的時候 在2013年 下一張 他是透過我們大紀元這個媒體 幫他接到了來自全球26個國家 總共有67件 我們下一張 67件的一個國際的一個案例 所以呢幫利保建設在國全球曝光 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形象的提升 是 那接下來呢 為什麼利保建設他有這麼樣的一個效果 因為大紀元是一個全球性的媒體 是 是 那我們再分享下一個案例 是 那剛才前面兩個案例都是屬於B2C的 我想難度沒有那麼高 那如果說今天呢 這個案例是B2B 如果呢 我們的業主 他希望指定 就是美國矽谷的高科技廠商 能夠來跟他合作 那這樣子難度是不是比較高呢 是的 那大紀元呢 也幫台南的一個市政府做了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因為台南市政府希望遭到美國的那個矽谷的廠商進駐台南市政府 就是創造就業的機會跟商機 那透過大紀元的連結呢 他確實在遭了4家從矽谷來的一個完成了5項MOD的一個企劃 是 那最後一個案例就是說世界上非常有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他也選擇了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大紀元時報 成為他的合作夥伴 那我們也順利幫他攻下很多海外華人的一個市場 幫他推上總統的一個寶座 是的 佩儀姐 那您剛才講的都是海外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公司並沒有想要往海外發展 我們就想要在台灣市場做設根的動作 我不知道大紀元也可以幫得上我們嗎 當然可以沒問題的 因為大紀元的發行就是精準兩個字 我們鎖定的是主流的媒體 那下一個案例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多德式的廚藝精品 當時我們跟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接觸的時候 他只是台南一家很local當地的一個工廠 那透過我們大紀元的團隊整個數位的包裝品牌的包裝 我們幫他很成功的打進主流的社會 也確立了他這個品牌 同時我們也幫他接到很多還來自海外的一個代理商 對是 那下一個案例我跟各位分享是人機公司 這個董事長他去韓國的時候發現了就是說 那個奧庫鍋就是無焰鍋非常的好 他也想要把他引進給台灣的一個消費者 但是他個人透過人脈的關係 還有很多媒體都沒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大紀元團隊的時候也是幫他進駐了 就是幫他做整個數位的一個團隊的一個行銷 那成功幫他創造了業績 也幫他保住了這個代理權 因為那時候他一個月賣不到兩個鍋 韓國已經要把他的代理權拿回去了 所以這幾個案例都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是的 那佩妤姐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現場觀眾 有非常多的台灣的企業組 你可以列舉一下例子 有哪些企業組是非常合適跟大紀元合作的 是的 好比說我們現場的BOSS咖啡 我們都知道他是業界的先驅 那如果他能夠透過這樣的品牌 也可以發展成全球的 更可以超越85度型 我們有這個實力可以幫到他 是 那還有就是說像我們的美之謙 對 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接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代理商或經銷商 那甚至於我們黃董的體雕內衣 我們海外有一群非常富裕的華人富婆 他們真的非常喜歡台灣的精品 那透過這個平台 也可以讓你找到這樣子的一個族群跟平台 跟代理商 謝謝 是的 所以這樣聽下來 大紀元的地區對企業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如果我是個人 我沒有企業 我就是個人的行銷 我不知道個人跟大紀元是可以合作的嗎 這個也沒問題 因為其實大紀元真實的報導中國新聞 我們也吸引了很多非常跨國企業的企業主台商 等等這些高端的人士 那如果說他們總部或分部就設在台灣 也許他們非常需要一些專業的人士 專業的人士 什麼樣的專業的人士 比方說建築師 劍計師 律師 等等這些師自備的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訪問自己 也讓這些企業主能夠看到您的存在 是的 所以 不管您是想要深耕台灣 或者是想要行銷到全世界 不管您是個人行銷 或者是企業的廣告 大紀元都可以成為您最佳的推手 那當然 如果您是想要帶你優質的產品 也可以跟我們的秉農做聯繫 因為他們有非常優質的產品 所以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利林 那 跟各位報告一下 本節目是由全球最大的保健食品公司 紐粹來 呃 一個贊助播出 下週 下週二歡迎回到我們的 BMI大新堂 謝謝 謝謝大家